以英雄为榜样 鞭策全联官兵共同进步 延续英雄血脉基因 使英雄战旗永远高高飘扬 传承红色基因的火炬手 这是空降兵某部进行的 众多跳伞训练中的一次 画面左侧的这名空军上尉 叫于海龙 2005年9月入伍 中共党员 模范空降兵连第37任指导员 被空军表彰为 优秀基层主官标兵 被空降兵某军 评为军人好样子先进典型 个人容列二等功一次 三等功两次 余海龙 这位基层连队主官 为什么能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为什么又能在演习训练中 总是底气十足地向战士们高喊 我第一个跳伞 或者大家都看我的 我们空降兵经常讲 新兵怕离击 老兵怕着陆 这个新兵怕离击呢 就是有一些新兵呢 就跳伞次数比较少的这些战士 他可能离开飞机的这一瞬间呢 他会存在一些恐惧心理 不敢离击 在极度恐惧的情况下 大脑可能就是空白 那个时候光靠语言来动员不够 更多的需要靠干部 主干 模范带头 带着他们跳 你跟着我跳 你放心 这样的话可能就更好一些 我们既然都已经做好了 我们要准备 我相信大家今天一例的时候完成 这次将来任务 同志们 要个解析 很多人对空降兵的印象 通常仅仅停留在跳伞方面 事实上 中国人民解放军 空军空降兵部队 并非人们想象的这么简单 那么他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发展历程呢 1950年9月17日 中国空降兵成立了空军陆战第一旅 当时仅有300具降落伞 几架陈旧的飞机 以伞塔训练跳伞 组建仅11天 官兵们便基本掌握了跳伞的地面动作要领 和降落伞的折叠技术 当年9月29日 进行了新中国空降兵的首次跳伞 经过近70年的发展 中国人民解放军 空军空降兵部队 已经由初建时的单一兵种 发展成为拥有炮兵 导弹兵 空降兵 特种侦察兵 防化兵等20多个专业兵种 组成的合成部队 成长为一支猪兵种合成的 具有空中快速机动 和超越地理障碍能力的突击力量 由于它是以散将或者激将方式 投入地面作战的特殊兵种 因此又被称为散兵 这里是于海龙所在的 模范空降兵连筑地 这个连队还有一个特殊的称谓 黄继光英雄连 在这里 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 黄继光的精神气质 感受到英雄的血脉基因 叶明 黄继光 加油 决魂是非高气 英雄是非高气 天天会高气 长远才高气 能战方能止战 我是第3663名黄继光传人 刘棍 困难面前有六年 六年面前无困难 我是第36666名黄继光传人 于海龙 我们连队有个家谱 就是说每名新干部 新战士来到连队的第一天 我们就会入家谱 入到连队家谱 就是你写进连队历史了 通过这种形式 它也是这种仪式教育 让它感觉走进了自己的家门 融入了这个英雄的集体 我们就是通过这种家谱 串下来之后 我是在家谱上记录是第36666名 那么 于海龙所在连队 究竟与黄继光有着怎样的渊源 从而被命名为黄继光英雄连呢 1952年10月 全连只剩下了16人 全连只剩下了16人 而且多数是伤残 心急如焚的黄继光 主动请应炸毁敌人的火力点 天快亮时身边已无弹药 多处负伤的黄继光 爬向敌军火力点 用身体堵住了敌人的地堡枪颜 使后续部队顺利夺取了597.9高地 1953年4月8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 会以黄继光追击特等功 追受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英雄称号 这是上甘岭597.9高地上 黄继光烈士纪念碑 旁边依然保留着 他用身体堵过的地堡枪颜 黄继光生前所在的空降兵某部 二营六连 作为中国空降兵部队中的尖刀连 代表着中国空降兵的形象和实力 这个血腥十足的连队 连续65年保持先进 荣誉四次集体一等功 十一次二等功 二十次集体三等功 先后被空军党委 授予空降兵模范六连 抗洪抢险先锋连 黄继光英雄连等荣誉称号 2013年8月 中央军委授予其 模范空降兵连荣誉称号 令人困惑不已的事 黄继光牺牲于六十多年前 而在黄继光般的寝室里 为什么会专门为其设了床位 每天晚上熄灯前 战士们都会为黄继光 放好床铺 早上起床时 再为其整理好床铺 为什么这个优良传统 一直保持至今 连队一直以来保留的一些传统 其实不只是蝶被子铺床 新兵禁连队有二十个一的传统 拍的第一张照片是和荣誉使 老班长同向的合影 来的第一件事情是参观连队荣誉使 学唱的第一首歌是 特级英雄黄继光 看的第一部电影是上干岭 连队每次外出助训的时候 都会把老班长的同向和床铺 带上一起 随队一起完成任务 不管走到哪都要带到哪 连队每次出征之前 都会在同样前宣誓 在战旗上签名 每天晚上点灭互点黄继光 全力其成达到 这些传统代表着黄继光老班长 永远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战斗在一起 他的精神永远在我们官兵当中 一代一代的在传承下来 黄继光英雄连有一个惯例 如果哪位官兵在上级组织的比武中 获得了兵王或者第一名的荣誉 都会被安排睡在黄继光上铺 然而 为什么于海龙打破了惯例 将一位在上级比武中 仅获得第四名的四川籍战士城墙 安排在黄继光上铺就寝 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地震 人们也许还记得 这个高举着长大我当空降兵的小男孩 他就是城墙 当时刚刚12岁 连城墙自己都没想到 时隔五年后的2013年9月 他居然如愿以偿 来到湖北空降兵某部 成为了一名空降兵 新兵训练结束后 被分配到黄继光英雄联 凭借在新兵联打下的基础 城墙很快在自动步枪射击 武装五公里越野 及四百米障碍等方面 取得了优异成绩 然而 他开始飘飘然了 比武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自己也感觉 自己足够强大了 这个足够自己的这点小本事 足够压到我们现在单位的一些对手 那个时候在接近考核的时候 他还是让我强化训练 给我沙袋 每天给我沙袋 我想还训练什么 过几天考核了 还不好好恢复一下 到时候怎么能跑得赢他 但是没听他话的情况下 一个比武啊 包括外面去参加集训 太轻敌了 因为自己没有加强训练的原因 输给了别人 此时 于海龙打破惯例 奔排比武中 进取的第四名的城墙 睡在黄极光的上铺 他就说 我也没拿到第一名 我也没拿到兵王 睡在上铺 我有亏 我说没事 现在就让你睡在上铺 这也是命令 第二天早上他跟我讲 指导人 一夜没有睡着 翻来覆去的 在想 虽然我躺在上铺上 我真正的素质 离这个上铺还有多远 他自己反思自己的问题 自己给自己制定目标 我觉得这也是对他一种 对他这种 平时喜欢骄傲自满这种战士 他的一种很好的一个教育方式 于海龙意识到 城墙这块好缸 应该不断地予以重锤锻造 于是他安排城墙 担任了黄极光英雄连 荣誉士的解说员 为什么在城墙使用的这本解说词上 标注了各种各样的符号 当时我也着急 我指导员 我说不是我的普通话不标准 我只是不知道他是平手还是翘手 前笔音后笔音都分不清 他就是记得心里面了 第三天咱俩来荣誉时的时候 他就给我了一份解说词 大概有三万字吧 上面看到 翘手音打一个勾 然后平手音打一个叉 然后后笔音打一个圈 前名就不用打 他自己可以分辨 教我这样辨别 指导员就是对我做了这件事情之后 我感觉心里面好懒 您现在所处的位置 是我连荣誉史一楼前厅 面积108平方米 请问这么一看 这是特级英雄黄极光的雕像 高2.6米 是由青铜制作而成 雕像的背后是以长城为背景 标志着我们永远听党话 经过于海龙的悉心指导 城墙的普通话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 现在已能比较流利地进行解说了 于海龙对城墙思想的匡政 心灵的净化 斗志的激发 加上连队的打磨 使他得以迅速成长 在其21岁时 被任命为黄极光班副班长 这位正在弹唱童年的战士 叫向奇 他也是2016年湖北省宜昌市 宜林区理科高考状元 被华中科技大学临床学院 本硕博联督班录取后 跟校方达成协议 保留学籍 入伍锻炼两年 再回学校读书 然而 为什么于海龙起初 会为资质不错的象棋 担心不已 我刚来的时候 那时候就在 来到年队的支兵卡片上 我就填入伍的目标是什么 他当时每个新兵都要填这个 我当时填的就是 立个功入个党 当个副班长 我当时觉得挺得意的 我觉得这个目标很红很正 很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那种老同志 填的那种很有斗志的一个目标 然后当时把这个填上去 晓得意 感觉让领导能看见 我特别有上进心 我看了之后 我感觉这个战士很特别 因为我刚开始 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高考状元 跟他聊了聊 高考状元 学习成绩非常好 干涉思路非常清晰 当时也很有压力 能不能把它培养好 对我来讲也是一种考验 但是有这么强的功力心 我觉得对他的军女生涯来讲 不是一件好事 他就讲 他从小有一个梦想 就想当兵 首先也对他提出一定肯定 但是告诉他 我们不能紧紧地 把这个目标 盯在这个入党立功秋天 给人感觉目的性非常强 告诉他 在这两年军女生涯当中 他作为一个高考状元 怎么能发挥他的优势 第二个 怎么能让他这两年军女生涯 对他一生能够带来一些影响 作为一个新兵 提出了这么一个 很有上进心的一个目标 他应该多鼓励多表扬 当时我还不太能够理解 从新兵牌下到班牌之后 和我童年兵的都已经 跑五公里也跑不够 打枪也打不够 当时我觉得很得意 那段时间有些失去了目标 状态不太对 指导员就把我叫过去了 他就说 你上面有上等兵 在上面还有师官 你可以和他们比 寻找一些 对你整个人生有帮助的东西 把这个目标定得更长远 从这方面找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 他可能不光是把我当作 他的一个兵来看待 更多的是把我当作 他的一个地理 甚至说虽然说年龄还没有到 他可能更像我的一个父亲 像一个灯塔一样 在指引你从我整个人生的路途的 这个角度 这个高度来指导我 欲不拙不成器 经过于海龙的一番精心雕琢 向其纠正了人生态度 主动丢掉了高考状元的帽子 训练越发积极刻苦 在圆满完成基础训练的同时 还与连队尖子展开竞技 夺得了部分项目的第一名 另外向其还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艺 主动承担起了教授战友们 弹吉他的任务 向其还表示 要在退伍时 带着武状元的桂冠回到大学 鞭策引导向其城墙进步 只不过是于海龙工作的冰山一角 每当战士们憨然入睡时 于海龙那个英雄连的故事微信群 却总会热闹非常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和连长在里面 第二个就是全联所有官兵的家长 我通过这个微信群 一个是上传我们官兵成长的点滴 让我们的家人共同分享战士在部队成长的喜悦 第二个就是也是经常把我们连队的一些宣传报道分享到里面 让更多的家长了解连队的历史 这样的话也可以让家长作为我们英雄精神的一个传播者 经常在我们群里面和家长互动 这个群就一个很好的 达到了一种很好的这种部队家庭社会共狱的一种模式 在黄继光英雄连 过道的小黑板上 战士的床头乃至赵明灯的开关附近 都会书写或张贴着习近平主席的一些经典话语 那么于海龙这样做究竟有什么用意呢 我作为指导员的话 也需要怎么能抓好连队的理论学习 要下一番功夫 利用连队门前的小黑板 叫主席的话而记心间 每天一句话和我们基层官兵联系 很紧密的这些话挑出来 每天写这么一句 一年365天 它就可以有365句 这样的话大家一天掌握一点 一年也是一个很好的积累 我们这几年训练当中一些变化 对信封 演封 考封的一些纠置 在我们日常演训当中实战化程度更高 让大家感受到炮弹在头顶上飞过 子弹在耳边呼啸这种感觉 和以前训练不一样了 这个就是我们落实吸出去实战化的重要论述 所以说让大家和我们日常的生活训练 联系到了一起 他对理论就更认同一些 于海龙在千方百计 营造全联官兵 学习政治理论氛围的同时 自己也不断努力充电 他高涨的学习热情 大家有目共睹 然而 为什么在于海龙 初到黄继光英雄连 担任指导员时出现的一个纰漏 令他至今难以释怀 当指导员 不管是搞教育 还是带着官兵学理论 经常讲 要想给别人一杯水 自己首先得一桶水 我刚来任职的时候 给他讲黄继光 其实对连的历史并了解的不是特别的深 讲完了之后 有同事就私下里面跟我提 就说我们黄继光老班长 是左大腿受伤 我今天讲成了右大腿 哎呀 当时说了之后 我正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这个事给我触动非常大 下来之后 我又连史一页页地看 到荣誉史 把每一张照片的背后的故事 都详细地给他搞清楚 我还请我们一些老英雄回来 还原当时的历史 增加我自己对历史的了解 再给战士 或者说给我们外来参观的一些学生 或者其他一些地方人员 讲我们黄继光历史的时候 我自己就做得非常有底气 日常过程中 他不管是政工还是军事 还是其他的一些方面 他就爱学习爱钻研 你比如说他作为一个政工干部 他可以参加我们市里面的 四会教练员比武 这是军事方面的比武 他可以拿到一个第一 时刻要以最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以自己的行为来带动他人 做好一个指导员 做好一个支部书记 一个该有的就是说军人好样子 来带动整个连队的建设发展 近年来 于海龙始终坚持读原著 学原文 物原理 总结出点滴积累学 突出重点学 不断跟进学 带着问题学的自学法 真学生物习近平主席系列重要讲话 先后撰写了三十余篇体会文章 参加了空军组织的多场理论宣讲 使信仰之根不断得到理论滋养 与海龙所在的无分之间 空降兵连接到上级命令 全副武装紧急赶赴武汉郊外的指定地点速营 与第二天扶晓发起攻击 展开实弹演习 现在是5点28分 5点30分准时展开 各排按照我刚才的分工 开始 第二天扶晓 于海龙和时任连长刘坤 带领连队到达指定位置 第一个 所有人员一定要全程冠军好实战意识 通过你的单兵战斗动作 体现出来我们的战斗素养 第二个 所有人员一定要控制好你的部队 也就是说我们所有人员 要梳立好这种心理而行 第三个就是我们后面还有跌进50公里的敌肉机动 不要扭上脚 这种非战斗检员在我们战场上也是不允许去见的 下来以后我们就按照提示位置 各指货员带到位 带到位把场地明确好 准备开始 战斗打响后 于海龙迅速融入到了连队中去 像每一名空降兵一样冲锋陷阵 深切感受 炮弹在头顶飞过 子弹在耳边呼啸的实战氛围 敬受血与火的洗礼 努力提高打赢本领 随时准备完成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任务 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